你好 歡迎收看10月3號的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路易貴 福安礦業不符被花蓮縣政府苛徵1.4億多元的礦石碎提起行政訴訟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日前判花蓮縣政府勝訴 而消息也傳回了花蓮 縣長徐政委10月份的升旗典禮當中 肯定了縣府團隊努力 對於同仁的努力可以說是士氣鼓舞振奮縣政的成果 我想花蓮縣政府在今天我們的礦石碎有一個正向 而且對於花蓮縣政府的肯定 我要再次感謝地方稅務局以及所有各局處首長團隊 不斷的努力不懈 我想這是一個非常認真而且嚴肅的問題 為了花蓮僅有的財政在開源節流 我們的工作沒有少過只有越來越多 同仁的心情以及努力提下了汗水造就了花蓮縣 年年的佳績創造了無限的不可 所以礦石碎在明年的預算裡面影響非常的大 影響非常的大 然而這一次的判決讓我們感受到 我們的政策以及我們的方向是對的 是對的 礦石碎我們的申訴的部分 我想這是一個對花蓮鄉親來說 不只是對花蓮縣政府 而是對花蓮鄉親來說 是一個非常鼓舞的振奮 說明 如果妳找到這裹子被追上 到這裹子就給了